近30年来,在全球亚洲象总量不断减少的形势下,中国野生亚洲象总群数量增长至目前的360头左右,呈逐渐增加趋势。 在云南西双坂纳,设有亚洲象救护与防御中心,该中心是中国目前唯一以亚洲象收容、救助和防御研究为核心的科研基地。 中心成立以来,先后参与野生亚洲象救助20余次,成功救助野生亚洲象10余头,人工防御9头小象。 在这么多年的陪伴和照顾上,我觉得这个大象还是比较聪明,比较有灵性的一种物种,然后虽然它的个体比较大,其实通过我们接触下来的话,其实并不可怕,这个大象,然后它比较通人性。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象爸爸,他们每天和救助回来的亚洲象朝夕相处10小时以上,照顾亚洲象的生活点滴,给他们体检,清理卫生,洗澡。 象爸爸也是非常辛苦,刚开始来的,像我们的羊牛啊,还有龙龙这种幼象的话,我们象爸爸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科夫,去照顾。 时间长,不管是我们的大象也好,我们的小象也好,它和我们的象爸爸的关系特别的融洽。 被铁夹夹伤的幼象,因意外受伤的母象,因争夺配偶打斗摔伤的弓象,被象群遗弃的孤儿象,他们曾经身心受创,带着恐惧和伤痛来到这里。 在一群象爸爸的呵护下,他们的伤口得以抚平,重燃了生存希望。 有些时候返回这个岗位以后呢,这个小象啊,看到了以后,它特别高兴,它会很远的地方就光光光光光光就跑过来,然后用小鼻子啊,各种来摸你啊,各种给你啊,那种亲密啊,它可能也在想表达一下,哎呀,爸爸这几天你去哪里了,好想你啊,好几天没看到你这种。 其实这些大象的话,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,像自己的家人一样去保护它们,去克服它们啊。 在救助中心,亚洲象们除了接受治疗,健康成长之外,也要回到原始森林中接触自然,锻炼和恢复野性。 野化训练的主要方式就是,每天将亚洲象带回热带与林里,让他们在里面自己觅食,生活。 据工作人员介绍,每天实际的野化训练时间不低于七个小时,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归自然。 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些被救助这些大象呢,通过他自己的努力,也通过我们象爸爸的努力呢,他们能够重返大自然回到他的家。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啊,他真正能够回归自然的话,其实自己心里还是挺不舍的。 但是挺不舍也没办法,就像自己的孩子了,他长大了,总有一天他都要离开我们,他要去寻找他自己的生活,自己的一个方向。